他就是万众瞩目的车坛新秀,闪电麦昆 但谁会想到,身为顶级赛车的他,竟也会被人当修路车使唤的一天 这还得从一天前说起,麦昆以信任的身份参加了这场世界级的活赛杯大赛 这场比赛让他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而此次比赛竞争可谓是相当激烈 和他争夺冠军的选手就有两位,一个是小蓝车,号称车王 他已经连续拿下了三年的冠军,这次是他退以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再一个就是小绿车,号称陆霸,虽说他叫陆霸,但不管他怎么跑,都跑不过人家车王 内心积怨已久的他,就像借此机会,能彻底摆脱掉万年老二的头衔 于是故意撞下其他车手,制造混乱 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闪电麦昆 混乱中只见麦昆单枪匹马,一顿蛇行走位躲过重重阻止,然后一个腾空飞起 就这样,麦昆横空出世,并且他完全不按套路跑 一般赛车在连续跑了好几圈后,都会近站选择更换轮胎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车子很有可能在长时间的高速旋转下 因为过热而发生爆胎 但麦昆却嫌这个过程太浪费时间,就直接给省略掉了 近站之后只加油不换轮胎,这样的话他就能趁着别人在换轮胎的时候接着跑 嗯,这效果看起来还不错,确实比别人跑快了一大半圈 可他这时在玩命啊,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更何况后行部就那么点活,他还总不让人干 这就整得人家很没有游戏体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 都觉得他太傲了,而这个结果呢,也是不言而喻 没错,他爆胎了,而且这一爆就是两个 只见他一路火光带闪电,眼看就要冲到终点 结果差一点就被车王给路霸给反超 好在最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舌头肠的优势 勉强跟车王和路霸并列第一 这场比赛三人同时到达了终点,所以分不出谁胜谁负 于是主办方决定,在一个星期后的加州洛杉矶 再进行一场比试,到时候优胜者不仅可以拿到奖杯 还可以成为恐龙石油的代言人 这可是一个名利双书的好机会 于是麦昆就想着快点拍完照,就赶去加州 并催促后勤团队快点帮他更换轮胎 期间他还嫌人家挡住他拍照了 但人家也是在工作呀 你说这话气不气人,结果这就把这后勤给气辞职了 而麦昆呢,也不当回事 就觉得你走就走呗 难道还找不到一个换轮胎加油的吗 可以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自大又自交,不仅如此 他还非要人家拖车司机麦大叔连夜开车 要他明天一早就要到达加州 这里比赛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时间多得是,也不知道他着急个什么劲 并且他还要麦大叔提起精神,不要打瞌睡 还说自己会陪着他一路到天亮 可他这话刚说完就自己先睡着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麦大叔了 白天要工作,晚上又要连夜开车 所以麦大叔就疲劳驾驶了 恍恍惚惚的行驶着 就连这个后备箱的门开了 他都没有察觉到 结果把车里睡得正向的麦昆给甩了出来 这导致麦昆差一点就被路上行驶的车撞上 好自他及时醒来躲开了危险 惊险过后,麦昆飞快追上去寻找麦大叔 可路上都是大火车 没有前照灯的他 根本看不出哪一辆是麦大叔 最后他也没招了 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就怼了上去 结果悲剧了 他不仅追错了人 还误打误撞冲上了前往水乡温泉镇的公路上 而且他车速太快 惊动了路边的警长 警长追上去本想劝他减速 但由于他的车好久没跑这么快了 车子发出奇怪的机械枪声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可麦昆却认为对方在向他开枪 惊慌失措的他一顿蛇行走位 加速逃走 这把警长都整蒙了 就这样 他横冲直撞冲进了水乡温泉镇 不仅把这里的很多东西都给撞坏了 还把这儿的马路给炮坏了 而他自己则被防盗铁丝缠住 倒挂在了电线杆上 他就这样被当地的居民给抓住了 还被锁上了车轮锁 麦昆只好自报家门 称自己是顶级赛车手闪电麦昆 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 村民说什么也不放他走 而且要他把公路修好 不把公路修好 就不放他离开 与此同时 麦昆消失一事 在赛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人觉得他临阵脱逃了 也有人觉得他是遭遇意外了 但这个小镇十分落后 人民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事 而麦昆坐不住了 他得要马上回去才行 于是他使出苦肉计说服板牙 帮他解开了车轮锁 没了束缚 麦昆立马像脱了江的野马 飞速逃去 结果没跑一小会儿 车子就自动停了下来 原来人家警长 趁他昨晚睡觉的时候 把他的汽油全给抽了 现在他想跑也跑不掉了 麦昆只好认命 距离比赛没剩几天了 他得赶紧修完这条路 赶紧回去比赛才行 如果再晚点的话 人家以为他弃赛了怎么办 于是他卯足了劲 开启最大马力开始修路 原本需要五天的工程 他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干完了 这活虽然是干完了 可这效果跟狗啃一样 正常的车在上面走了一圈 不大修也该报废了吧 于是警长就让他 把利青铲干净后重新修 麦昆不服气地说道 自己可是辆顶级赛车 不是铲车 现在自己应该在跑道上飞驰 而不是搁这浪费时间 蓝博士一听这话 觉得他很有意思 于是决定和他比试一场 如果你赢了 就让你离开 输了的话 就老老实实给我把路修好 麦昆一听心里都乐开了花 我一个赛车 还跑不过你一个老爷车 确实他跑得挺快的 而蓝博士呢却不着急 就定定地看着他跑 果然 当麦昆要转弯时出状况了 从没跑过沙土跑道的他 压根不懂得转弯要减速 就这样 他直接冲进了仙人掌堆里 把自己扎了一身 这场比试蓝博士不战而胜 麦昆只能老老实实回去修路 这时候的麦昆内心依旧是不服 于是他再次找蓝博士想再比一场 结果在蓝博士家的杂物间 看到了三个活赛杯 这可是他做梦都想拿到的奖杯 为什么这些奖杯会被丢在了这里 经过一番打听麦昆才得知 原来蓝博士曾经也是一名赛车手 而且当年他在赛车界 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他巅峰时期 甚至一举拿下了活赛杯的三连罐 不过后面他遭遇了一场车祸 在他养伤期间 后起之旧已经盖过了他的风头 当他想重回跑道之时 却被残忍地告知 他已经过时了 在这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原来他隐姓埋名留在了这个小镇 而这些奖杯就被他当成了没用的废品 这些伤心往事蓝博士 似乎并不想提起 麦昆听完不禁感叹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路修好 很快他就修好了一半的路 并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渐渐地 他在这的人缘也变好了 他不仅收获了板牙这个好兄弟 还找到了爱情 一个善良的保时捷女孩丽莎 并从丽莎的口中得知了小镇的过往 这个水乡温泉镇之前也是相当繁华的 加上风景独特优美 每天来往的车辆特别多 旅客也不少 可是后来有一天 旁边修了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后 就很少有人再经过他们的小镇了 加上小镇的道路蜿蜒曲折 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而丽莎之所以留下来 是因这里的风景吸引了他 还有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水乡温泉镇 重新变得和以前一样繁华 所以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默默努力着 这时候路也修得差不多了 麦昆也是时候该回去参加比赛了 但这时他就不想回去了 因为他也想留在这里 彻底把路修好 甚至想帮助小镇上的人 让这个小镇重新焕发生机 毕竟这个地方美丽清净 人们淳朴善良 有兄弟和心爱的人 还有人生导师街坊邻居 这些是他之前从未拥有过的 不过最后蓝博士还是替他联系了媒体 让媒体把麦昆接了回去 因为他有天赋 有才华 更重要的是 他还年轻 这种安逸的日子并不适合他 不能因为他的一点点过失 就埋没掉他的才华 最终 麦昆回到了赛道上 但是他的心思却已经不在这里 频频操作失误后 被车王和路霸足足甩了好几圈 眼看他就要输掉比赛 就在这个时候 蓝博士和父老乡亲们 出现在了比赛现场 还为他加油助威 看到他们 麦昆瞬间来了精神 一个油门加速 刷一下子 车子瞬间起飞 很快 他就追上了车王和路霸 在一个神龙百尾 把路霸挤在了身后 这把路霸气得不行 直接撞上麦昆 这一撞把麦昆给撞爆了胎 麦昆便在蓝博士的指导下进了站 一进站 小镇的拆胎工人 就立马为他换上了新轮胎 这换胎速度特别快 把一旁专业换轮的小工都给看蒙了 混好轮胎后 麦昆再一次起飞 而我们的蓝博士 因为担任麦昆主教练导播的位置 镜头转到他的身上 大伙很快就认出 他是曾经的车神大黄蜂 观众席上瞬间沸腾 欢呼声不断 即使他消失了几十年 但他所创造的神话一直都在 原来大伙并没有忘记他 而此时的麦昆受到团队的鼓舞后 迸发出了惊人的潜力 落下的路程狂追了回来 甚至进行了反超 把车王和路霸都甩在了身后 眼看就要冲向终点了 路霸对此很是不甘心 看来第一名是拿不到了 但第二名的位置 绝不能让车王得到 于是他开始耍阴招 把车王直接撞出了跑道外 导致车王重重摔倒在地 受伤严重 而这个重伤的画面 就如同当年的蓝博士一样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的麦昆 看到这一幕 果断踩下刹车 停在了终点前 而路霸凭借这个空档 快速冲过了终点线 而麦昆则是来到了车王的身边 硬是推着这位老前辈抵达了终点 因为这是车王退休前的 最后一次比赛 他不希望看到车王和蓝博士一样 留下人生遗憾 就这样 麦昆输掉了比赛 但他却赢得了人生 在大家的心目中 他就是冠军 恐龙石油的负责人主动找到他 想与他合作 但麦昆却委婉地拒绝了 相比这些身外之物 他更看重的是亲人情义 负责人听完对此很是敬畏 不过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并说道 说到这 麦昆还真有要他帮忙的地方 就是他的好兄弟板牙 一直梦想着能坐一回你的飞机 就这样 板牙坐上了梦想之久的飞机 到最后麦昆回到了水乡温泉镇 并把赛车的总部建在了这里 他把小镇的经济瞬间带动了起来 让小镇重新恢复了往日荣光 最后 他如愿抱得了美人归 而从前的他是那么的自负 傲视一切 一心追求夺冠的他 更不知友情为何物 是小镇淳朴善良的人 让他懂得了速度并非一切 珍惜和善待身边的人 才是人世间最幸福快乐的事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